大家好,我是加拿大移民局法定法律顾问士顶思 这里是Real Canada,有聊加拿大 今天我和大家的分享是加拿大的牛奶精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节目 那么我主要是分享加拿大的移民留学定居生活风土人情 这方面的内容 如果你要是喜欢我的节目 请记得关注、点赞并转发 那么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分享了 咱们华人常挂在嘴边的牛奶精 其实翻译过来应该叫加拿大儿童福利 Canada Child Benefit 那么它是主要针对加拿大有孩子的家庭的一种福利 是通常是以当年的7月份到第二年的6月份 作为一个周期每月发放的 如果要申请牛奶精 必须符合一些特定的条件 首先你要有18岁以下有孩子的家庭 家庭是承担照看抚养孩子的主要义务的单位 同时申请人是必须要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并且申请人以及配偶当中 至少有一位是加拿大的公民 或者是永久居民或者是难民 那么加拿大的政府其实也是非常人性化的 在特定的非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 也是可以申请牛奶精的 比如在申请前18个月 都在加拿大的临时居民 并且第19个月也依然持有有效的学签 或者工签的申请人 也是可以申请的 这个牛奶精的 他是外国人也可以申请加拿大牛奶精 那么牛奶精的发放额度 每个家庭都会不同 它会结合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五个因素来计算 首先第一个因素 就是家庭中6到17岁孩子的数量 家庭中6岁以下孩子的数量 家庭的净收入 报税时申报的孩子的照管费用 以及孩子是否符合参加二种的条款 那么这几个因素 那么6岁以下孩子 这个孩子每年可以领取最多6760元加币的牛奶精 6到17岁的孩子 每年可以领取到最多5708块的加币的牛奶精 那么牛奶精的领取方式也很简单 一般情况下 由税务局发放 每月20号发放牛奶精 通过关联账户 或者是存入银行账户的 和报税相连的银行账户直接到账 要么就是政府每个月发给你邮寄支票 然后你再存入银行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加拿大著名的牛奶精 今天给大家做个分享 不过大家记住 牛奶精也是每年都会往上浮动调整它的额度的 节目的最后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个百科网站 叫家园百科 你通过谷歌或者百度都能搜索到它 在这个家园百科上是主要做加拿大的百科全书 不论你是想了解加拿大的求职教育房产这方面信息 还有关移民留学签证的这方面权威资讯 你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我是世锦瑟 我们下一期的分享再见